哈囉 Vogue朋友大家好 我是馬志祥 我是Ella 我們是聽見歌在唱的劇組 劇組兩個人成為一組 其實在生孩子 就是生完孩子以後就會發現其實 當孩子跟你開始有互動 他不再是嬰兒而已了 你就會發現其實教育真的很重要 而且小孩子真的很 就是一塊完全純淨的海綿 你給他什麼他就犧牲了 然後尤其是跟這群孩子相處在一塊 你會發現其實 就是生活環境很多東西 都會影響一個孩子的樣子 所以我就會發現說教育很重要 然後給孩子最好的禮物就是教育 我本身是很喜歡小孩的 我是非常非常喜歡教育 那能夠跟他們一起完成這部電影 其實我自己覺得蠻幸運的 雖然說有時候真的是惡魔 真的是惡魔 真的是惡魔 對 然後 可是他們也有可愛的地方 對 站在他們身上 其實我學到最多的就是 我覺得每一個創作者 包括Ella 歌手也是一個創作者 演員也是一種創作者 最困難的就是保持童證的那一面 那麼從孩子們身上跟他們相處 這一個月其實又會感覺那個 好像又重新充電一樣 即便是過程很辛苦 遇到很多困難 遇到什麼 但是那個 那種火力又被孩子們重新點燃的那種感覺 對我個人的愛想是很 我覺得還蠻幸運的 個人性感 對於這個電影裡面 會有一個想要傳遞的觀念 其中有一句話很重要 就是孩子們的信心 可以用掌聲擦量 我覺得其實就是 用正面的教育 來取代打罵 或者是責罵的這種方式 那我自己當了媽媽以後我也會發現說 其實當孩子做對一件事情 你去鼓勵他的時候 他就會知道說 我做這件事情 可以得到爸爸媽媽的注意 爸爸媽媽會很開心 可是如果是不好的事情 就忽略掉他 他就會發現 喔原來這件事情 爸爸媽媽沒有反應 我又不喜歡 這樣 但其實有時候 孩子也會一直挑戰你的底線 對所以我覺得其實 教育要怎麼去拿捏 真的就是 一路都不停的要學習 因為小孩子一直在改變 那你說自信這件事情 我覺得在戲裡面 他也有講到說 你先聽到別人的聲音 再找到自己的位子 然後達到一個和諧 當你可以取得一個和諧 跟大家合作出一件 很成功很棒的一件事情的時候 你就會得到一種成就感 你自然而然就會覺得自信 而且你會覺得自己也是重要的 我自己是覺得說 有時候低潮 你就接受他 你不用急著 真的好像要讓自己馬上好起來 因為這也是很正常的過程 然後也許過了一段時間 你就會發現 欸你那個煩惱跟那個低潮 他就不要而言了 好像也沒那麼重要 也沒那麼煩惱了 對有時候真的人 就是需要一點點時間 去沉澱一下 所以就自然而然的就是 你就是接受他這樣子 我記得幾年前 我剛開始接觸當導演的時候 就是台灣單純當演員 你是很難生存的 但你單純當導演也是很難生存的 我記得我那時候拍完一部 人生劇展還是什麼 我非常非常低潮 非常非常之低潮 我甚至已經決定好 我不要再這一行了 我可能要回花蓮 看能不能就是在學校門口賣雞排什麼 我甚至已經考慮到那個程度 然後那個時候我就遇到小莉老師 我就跟他提這個雙方說 老師我有點想要轉行這樣子 就老師他只有跟我講一句話 他就說可能 可能你沒有很喜歡這件事情吧 然後老師就跟我講說 你看看我 我在這行經驗 其實這個 有的時候 蠻 我們也許是他隨意聊的一些一些 但是我覺得這個東西 我回去反省之後 對吧 就是如果我現在放棄了 什麼都沒有了 如果我堅持下去 花如果盛開蝴蝶色來 我讓自己 綻放出最漂亮的顏色 是不是 美好的事情就會來到我身邊 那 除了反省之外 真的 有朋友 然後前輩的幫忙也是一個 當然現在還有孩子 那個 那個動力是非常非常大的 其實以前 最近幾年其實我的創作是有點壯牆期 但是因為孩子的出生 我發現我的孩子是生出來當我的老師 真的 就是在他的整個 看他成長的這個 雖然說他現在才半歲 就是這個 短短這六個月 其實已經 讓我打通很多關卡了 對 包括在創作上面有很多關卡 因為我的孩子 欸我覺得可以這樣 所以 很幸運 周遭會有這些 即便是我沒有福情 但是我覺得還是有幫助我 可以讓我度過自己的認識 沒有 沒有 那邊也沒有很好演 因為我如果一個喝太多 就是放太開 我那個 那個調的音的那個東西 過了一點點 我就會不小心變Ella 你懂我意思嗎 然後還好他就有在旁邊提醒我 因為我果然的確有幾次 不小心變Ella 他說 你那個 你那個 喝醉喔 腳不要太開 這樣太像Ella 腳太開不要看得到 我真的覺得很害羞 還好不是穿裙子 不是因為我在旁邊 因為他面對我吧 我在旁邊看 他可能因為他 他在那個狀態裡面 他沒有想像到 沒有注意到機位在哪裡 尤其他 他是往繼續這裡開 你要開可以 如果可以讓你很自在的話 我啊 我如果脾氣控制好的話 我應該可以當老師 但我太容易抱你了 算了 我會後悔 我可以耶 你好像可以喔 我可以當老師 可能我父親從常就是老師 因為我父親最後是給 我父親也是校長 然後我常常會跟著我父親到學校 然後就看到我父親怎麼去 面對小孩 嗯 肛羅壁基 然後很多這種 然後我自己本身也是體育出生的 然後這次也是演體育老師 我覺得 老師 體育老師這個職業 我覺得我自己還蠻喜歡 我陌生 健康教育可以喔 可以可以可以 比如說教育小朋友一些性知識 這種我覺得我可以教育 因為我覺得 這種性教育真的要從小抓起 真的要 像前幾天靜寶畫畫 然後畫了一個圈圈 然後一條線很長 他就說媽媽你看這個 很像 娛樂無限公司 就是我那首歌MV 一開始就是一堆金子 油箱 然後出口 然後他就變成了一個人 就開始我的人生 我那首歌其實在講說人生嘛 然後就是我來到這個世界上 然後每個人來到的時候 都是一絲不夠 還有歌詞這樣講 然後他就注意到那個東西 跟那個東西長一模一樣 就是金子 後來我就跟他說 靜寶你知道嗎 你小時候也是一顆薑子 然後呢 你跟爸爸的金子 跟媽媽的軟是結合 就變成了受精軟 他就變成了一個胚胎 然後他就會 在媽媽的子宮裡面著床 然後你就慢慢在裡面長大 就變成一個寶寶 然後你就出生了 講實話 不要好笑你的小孩 你是從石頭蹦出來的 不行 而且不可以講這種話 性教育 教育就是從小抓起 從小告訴他事實 因為 我跟你講 教育這種事情不能說謊 你一旦說了一個謊 你要用一百個謊 我記得我 答應我 不要說他是石頭的謊 我記得我有講 因為我每天晚上 都會跟我孩子說話 即便他聽不懂 對 他聽得懂 我有跟他講 講說謝謝你選擇 來當我們的孩子 哇 這種話我也講過 然後就是說 因為我是基督徒 我說你是上帝給我們的孩子 對我而言是小天使 對 有的時候 因為嬰兒有的時候 突然看一個方向 我要笑 我 我 我不會覺得恐怖 我說 是不是天使來看 我都會用這種方式 對 我也會 我也會 有時候他也是 像他看到什麼 我就說 你是不是看到了什麼 我說沒關係 他們都是來照顧你的 你為什麼講起來就沒毛 我比較是屬於比喻的方法 比如說我有跟他講過 因為 因為爸爸媽媽很相愛 我們的愛溢出來了 所以變成你 我是這樣子跟他說 但是我有認真考慮到 你剛剛講的老師跟他說這件事情 對 對 一定要 好不好 我再跟你分享一件事情 你知道我五歲之後再說 蛤 五歲之後再說 沒有沒有沒有 他只要遇到了 你就可以跟他講 像比如說 他跟你洗澡 如果有一天他跟你洗澡 就說爸爸為什麼 我的鼓鼓叫跟你不一樣 你說對啊 每一個人都不一樣 沒有人的一模一樣 你就可以這樣趁機這樣告訴他 然後說 長大的時候 你也會跟爸爸一樣 開始會長毛 這個東西是因為男性 二人造成的 你跟他講事實就好了 所以你不需要學 你不需要說謊 你不需要找理由 教育是不是很簡單 對不對 你明明就是學過的 你為什麼不跟他講事實就好 你為什麼要說 你去問你媽 問你媽幹嘛 你不知道嗎 你為什麼不告訴他事實 對不對 又不是髒話 又不是不好的事情 你就告訴他事實 對 叫你老婆夠了 我在跟你講一件事情 你知道我兒子 不是他 他有時候我上廁所 他會跑來 我比如說月經來的時候 他說媽媽那是什麼 我說這叫做月經 就是身體每個月都會流血 然後月經是什麼形成的 就是沒有受經的軟 然後隨著子宮內膜脫落 每個月會經過一次 所以叫做月經 這樣就好啦 不難 各位爸媽 真的不難 就是老好實的告訴他 這樣子就好了 然後他就說媽媽 你的內內這邊 我說對啊 靜寶你也有 你看就在這邊 你也有 每個人都有很正常 這樣就好啦 對不對 就是不難嘛 是不是大家忽然開場 四月十六號 記得進戲院 來上健康教練 教練 教練上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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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要等教練啊 教練上學了 她你怎麼只要學了 教練上學了 指教練上學了 教練上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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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練成功 教練內場 教練